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同心 那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這節課由溫成智、溫蔣師來演講 請掌聲歡迎 謝謝 各位同心 大家晚安 來我問一下 來自宜蘭州的請搖手 宜蘭州 請舉手 我要知道一下 好 謝謝 台北州的 謝謝 新竹州 好 謝謝 台中州 好 謝謝 台南州 好 再來 高雄 好 OK 有搭遊覽車吧 高雄有搭遊覽車 OK 我請問一下 聽有台語的雅手 聽不懂台語的請舉手 台語聽不懂的請舉手 OK 華語聽不懂的請舉手 我講的這個就是華語 聽不懂的請舉手 OK啦 好 那我們就大部分就那個 呃 講實在可以跟 兩位聽不懂台語的同心講齁 台語你也是要學 台民政府後面的國際地位政政法之後 會大量的修容 英語 到台語 所以基本上你玩愛的那個 日文也是啦 所以台語是這樣 好 今天題目叫做 台灣法理 法理台灣 大家想說 欸 蔣氏 今天這 這度是什麼意思啊 這可能是人 中友榜 在親親黨的喔 是嗎 不是喔 這是歡迎 法律單位齁 在裁決 案件的時候 一個代表性的東西叫什麼 蹭 親金親黨嘛 齁 在法律之前 是嗎 人人平等 法理也是一樣 我們對決什麼 公平和正義 齁 不能說一邊官一邊雞 那誰就有特權 特權也可能是因為他任務需要 特別給他方便去執行任務 而不是真的是特權 什麼叫特權 他 十八% 有聽過嗎 這就真的有特權 我跟你講 好看的都 中國人拿 齁 本土台人 他就賺名 賺一個人 做三行頭 其他人要做什麼 交稅金 齁 畢士長好 大家跟他講齁 大家跟他講齁 賺的錢都去執稅金 各位請問一下 中華民國 那不是我們的 國家 中華民國是國家嗎 是 工師幫你問一下 為什麼不是國家 法理的依固在哪裡 要有條文喔 白紮黑衣喔 不是說 你說我是劉榮政府 這樣 你的法理依固在哪裡 說不出來 對不對 好 OK 最簡單的一個 例子來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當時初代中華民國 一九四九年的當時 十五歲 毛澤東 在北京 他說我們都站起來了 那天開始 中華人民共和國 正是初代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在一九四五年 其實一九四五年 其實一九四五年 是一個歷史節的重大意志 那年發生很多事情 一九四五年的四月初一 我在說四月初一時 有當心會當頭笑 工師那天愚人節 是嗎 愚人節是從一個國家在過的 是法國人在過 是法國人在過的 待會兒趕快 大家自己分享 是法國人在過的 小問一下 我們大家想看看 隔壁爭 一個家寶 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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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過去 要嗎? 不一定的 也不是你們家的人 為什麼要過去那個節日 不一定嘛 所以餘仁節是什麼 是法國人的節日 等一下後面就會跟大家說 1945年 我們回到主題來 1945年 那年發生很多事情 1945年的4月1號 那是 日本天皇昭和天皇陛下 頒布什麼 行憲詔書 那個詔書是什麼 就是人家說的 姓志 有聽過姓志嗎? 在唱歌詞嗎? 沒有演戲 那一個就是 帝幕 人家說是什麼? 公公 就拿東西來 無煩萬歲 萬萬歲 就大家幾個是沒有 但是台語本帝國 不用那麼麻煩 他只要拿著 拿管起來 在眉毛上面 很公正的 在哪裡拿出來 面上還有保護 很正式的 然後一張紙 就要宣讀了 天皇的教書 就黏 行憲詔書 就是什麼? 行憲詔書就是 風帝 他個人的 決定 他就是要把 台語本帝國的憲法 實施在哪裡 兩個地方 條線和台灣 有台灣耶 你知道嗎? 大家很多人不知道 來我們 我們回到最開始 來來看你的右手邊 看到你的右手邊 有兩幅圖 江蘇 把自己分享一下 這兩把 都什麼藝術咧? 你可以把它當成藝術品 來欣賞 可以擔心 藝術品的意義不大 重要的是什麼? 在左手邊那個叫什麼? 惡蟲橋 在哪裡? 在東京 東京 黃居 你會快寫起來 來 在場各位 前面的秘書店 工庫 你有寫筆記的請牙手 有寫筆記 剛剛秘書長講課的時候 你有動手寫筆記的請舉手 好 謝謝 沒有寫了很多 筆記 你一定要寫 為什麼? 江蘇家剛剛怎麼像你去外面 人家跟人家開工一樣 過一天 你還有印象 過一天還有印象 過兩天 印象比較少 三天過後 你連續去看一看 跟人家蜜蜜蜜蜜 卡拉OK唱的 你又不會記起來了 所以筆記本 筆跟拆隨便寫起來 都重點喔 秘書長一開始開幕 就要精采跟你說了 這個法例內容 你寫起來有 他剛才說的 最後一句 你還會叫什麼? 明仔繼續 那剛才他說的是什麼? 是不是你不會記起來了? 很簡單 中一節 最後一句 一句話 你不會記起來 這樣晃過去 上個洗手間 臉洗一洗 跟童心聊個天 電話卡起來 你不會記起來了 剛剛秘書長講的最後 兩段話 是什麼內容 你已經忘記了 對不對? 所以要不要寫筆記 很重要喔 再來一個第二個重點 講師 都會講重複的內容 那重複的內容 是不是一件好事? 是好事 重複的事情 每天做 你會不會忘記 法例也是一樣 跟我們每天起床 麵包要寫 枕頭放得好 床單抹平 房間整理得好 你知道嗎? 再去洗手間 開始洗面 入水去洗衣 衣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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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的事情 你每天重複重複做的一樣 剛剛秘書長講的 有些地方是重複的部分 那很好 有什麼? 你檢查了解 原來這麼重複的部分是什麼? 重點中的重點 有了解嗎? 你快寫起來 來 我們看好這裡 你左手邊 右手邊這個 兩幅圖的 左邊那一章 是東京的皇居 那個班級是什麼? 叫做二重橋 你如果記不起來很簡單 一班級叫做一重 兩班級叫做二重橋 那一幅圖代表什麼意思? 土地的所有權的代表 是誰? 不是那兩隻牛仔喔 什麼? 日本天皇 我們來講 我們叫什麼? 天皇陛下 為什麼? 我們都是第一本帝國 身民的兄弟 記得嗎? 後面有一個像皇宮的 日本天皇就是住在裡面 代表什麼? 土地的所有權 這土地民政的一切 包括人 都是天皇的 你知道嗎? 天經地理的事情 他有在處理的 1895年 那年發生了什麼事情? 日清戰爭 大日本帝國跟清帝國去戰爭 我們在講的時候 要記得 要講正常 我們不要再講清條 你如果說清條 你說多大力 多勝 他聽的人 他會覺得什麼? 你跟中國一樣一國 所以我們在講的時候 因為 因為有的工師跟他講 就是有的人還回不來 所以他講師他的時候會講清朝 那是為了要把你引導出來 那不是講師的問題 你知道嗎? 在座當中我相信很多人 還沉浸在裡面 毒蘋果的思想裡面 因為 我就是中國人 我土地做日本人 有沒有? 很嚴重的問題在這裡 這70年 的教育 那就是什麼? 殖民教育 要把所有 本土的人 他本來的 國執就是什麼? 台日本帝國 要讓你自己 去緩分自己 然後他看見自己 開心 中國人就是最重要 看人自虐 自己自殺 自己什麼? 以前是 豬豬豬 杜菇 拿桌子在搶腳 他們很喜歡玩這種遊戲 我們不用 我們正常 等一下 我們要找到什麼? 自己 原來的面貌 我們法理的地位是什麼? 我們要知道 來 看一下 皇居 代表什麼? 土地的所有權 你知道 日本天皇 永遠不會變 再來 右手邊那一幅是什麼? 是誰? 歐巴馬 要旁邊那個女生 你知道 你知道他的名字嗎? 不知道嘛 因為你知道 電視媒體 都不會跟他講這個 他名字叫什麼? Mich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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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你知道 歐巴馬的太太 他手提一本 百科全書嗎? 江蘇跟他分享 那本是什麼? 聖經 拜託 代表什麼? 美國總統 他取得 憲經 哪個產業 對天 對地 我立誓 我為到美國的利益 忘記心肝 效忠美國 為美國的佩生 失勝 所以他取得做什麼? 美國總統 就是這樣來的 那一把代表什麼意思? 主要的佔領款 就是現在我們這片土地 是誰主要的佔領 誰的主要管 什麼事情 最後都要問什麼? 就是要問他 為什麼? 因為他是 征服 征服者 conquest 就是什麼? 這片土地在1975年 五年那一年 九月初期 簽什麼? 投降書 我剛才有告訴你 4月1號 那天叫什麼? 新鮮紀念日 待會兒我會跟大家說 1945年的 9月2號 簽什麼? 投降書 誰簽的? 崇光葵 待會兒我也會跟大家做 介紹 像是崇光葵 那個 1945年的 10月25號 那天叫什麼日子 好好啊 怎麼搞? 台灣光復節喔? 哇 這樣 美國去打伊拉克 叫做伊拉克光復節 是不是這樣? 不是喔 那天叫什麼日子 來 不妨你寫一下 這什麼日子 根據戰爭法 國際戰爭法 你先有清晰 根據國際戰爭法 那天叫什麼日子 交戰國軍事佔領日 美國 他對這片土地來講 他是主要的 占領款國 他的主要的法律根源就是 19 他在舊金山和平條約 他在舊金山和平條約 舊金山和平條約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23條的A款 他裡面寫了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the principle occupying power 這裡對 舊金山和平條約 你如果上網站 你就可以看 舊金山和平條約原文的內容 我們要研究 treat 就是條約 一定要為原文去著手 因為英語名 英語 你那個翻譯的人 他如果兵不到 會害 等一下 物文子弟 譬如說 就這樣和平條約 第二條 第一款 我舉個例子 讓大家聽到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rime to formosa and pass the doors 什麼意思 他們都把兵做什麼 日本放棄 對台灣的權利 對不對 有問題 Annunces 什麼意思 譬如我江蘇手拿的這個 吼 放在 過一段期間了 再拿起來 可以拿回來 這叫Annunces 這個 跟abandon不一樣 abandon什麼 等到 沒有要拿了 不一樣 所以英語 雖然都 翻作放棄 但是意義不同 簡單的例子來講 好啦 人家說president 有同學演員你知道嗎 president一般都人翻作什麼 總統 你知道還有其他的意思嗎 總裁 或者是一個地方的領導人 他也叫做president 所以president一定是總統嗎 不是喔 所以英語 英語 英語的貼合 重點就在這裡 你這個 英語 英語 你用在對決的地方 英語就不一樣了 你的變成就不一樣 不像說 英語就是怎樣 不一定 所以英語 的意思 大家要用心去研究 因為後來 台灣民眾有國際地位正常化 要與 黑化 我們要走黑化 托亞入歐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要了解 亞洲這種的生活模式 已經對不到世界的潮流了 要花很多時間 行政效率也好 經濟效能也好 都遠遠落後 我們想看看 現在 歐美國家 他現在 科技已經發展到那個程度了 還有他手中拿手機 那是對一個 什麼人發明的 想起來就知道了 你手中的手機 整個一個地方 發明出來 是亞洲的 中國人發明的嗎 不是喔 要想看看喔 這個科技發展 為什麼會發展 他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他的歐化 的流程 簡單例子來講就好了 大日本帝國依詐 也是農業社會 一套過什麼 明治天皇的明治維新 讓大日本帝國從農業社會 進展到什麼 歐化的社會 爹爹無幾年 在1922年的2月6號 在華盛頓的裁軍協定裡面 第19條裡面 也有講到有關於台灣 條約裡面第19條 講到什麼內容 就是世界各國承認 台灣是日本的領土 可不可以改 可以改嗎 華盛頓裁軍協定第19條裡面 寫了 1922年的2月6號 你很清楚告訴他 台灣是日本的領土 後面開羅宣言 中英美三個國家 羅斯福 邱吉爾跟什麼 蔣介石 還有殘民母 英義綠綠給他偷偷 竊竊私語 跟羅斯福講悄悄話 你看看影片就知道 兩個關係很好 所以他可以把 一些國際法的部分先忽視 然後再開個開羅宣言 開羅宣言是宣言嗎 不是 它是公報 公報 聽清楚 公報 不是宣言 宣言是什麼 Decoration 就是像那個 世界人權宣言一樣 宣言那個東西很微妙的地方 就是一個共識 握手就算數 需不需要簽名 不一定要簽名 所以剛剛 在國際場合 外交場合 可不可以隨便跟人家握手 要注意喔 你要跟對方那個協議上 有問題的時候 不要隨便跟人家握手 不用在座各位動心 你老伯 經過初高級班 甚至跟專訓 過五官專訓之後 你會記得 誰是你的敵人 江蘇教大家分享一個觀念 人好人 只要把你為台灣法理 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這一條路 把你帶走 他就是我們的敵人 你要寫下來 你要寫起來喔 一定要寫起來喔 你一定會忘記 講師有五成到六成的把握 你一定會忘記 誰是你的敵人 任何人 只要把你從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 跟台灣法理這一條路 把你帶離開這一條路的人 他就是我們的敵人 知道嗎 這七十年 政治令怎麼來 就是因為 脫離法理 用政治實民的手段 讓大家 落入的政治煉獄裡面 沒辦法脫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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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禮拜 跟孩子 跟家裡的人 跟以前 古早的時候 閉起來 相處時間不多耶 這樣沒看的孩子 沒生氣 變得那麼大 大人 怎麼變得那麼老 黏黏黏 變相片 就是要來的 他就是要把他 抽油水 讓你 永遠都在 沒用 沒用時間 不會去管 他還給你 留一句話 我們不要插政治 有沒有 留這句話 什麼叫做政治 什麼叫做政治 講師要在這裡跟各位分享 什麼叫做政治 管理眾人的事 叫做政治 管理政人的事 叫做政治 要插政治 沒有 家裡水電池有力 電話錢有力 有買 柴米油鹽醬醋茶 你有沒有買 有沒有去超商繳費 有沒有跟其他人講話 交流 那個就是政治啊 所以講 他不管政治的人說實在 那是全天下最大的謊話 沒有插政治 你怎麼有辦法在這個社會 跟人家互動 跟生活 你每天 過著 也不會用斷水斷電 你一直在跟眾人在互動 而且什麼 你把你家裡人管得很好 比如你是家長 小孩子的 學費到了 開學 又過三個要開學了 暑假過是沒有要開學 是沒有要留學費 要去學校 在哪裡 回家跟小孩 跟鄰居互動 有在社區 有在開什麼 社區會議嘛 那是什麼眾人的事 對啊 管理眾人的事就是政敵 那不用擔心 我沒有要插政敵 你只要關心你周遭的人事物 那個就是政治的 不是說像他們那一套 因為中國市民政權 我們最大的目標 都希望你們 大家人 傻傻子做路 為我們做 做失 為我們賺錢 我們就能夠在那裡 拿錢就好了 越吃越大塊 越吃越大塊 他就是要這樣 讓你們不記得 你們自己是誰 套過這一套 知名教材 讓你們慢慢忘記 你原來你的法理身份是什麼 而且你還在否認你的祖先 各位 各位 你知道你的祖先是什麼國籍嗎 你知道你的祖先是什麼國籍嗎 來 講師這裡問一下 有申請台灣民政府金片身份證的請舉手 有申請台灣民政府那個金片 背面有金片那個身份證的請牙手 謝謝 還沒申請的牙手 快去寫申請書 快申請 那張身份證對你意義非常的重大 我請問你就好了 中華民國那個國民新聞證 他有要你提出 父母雙方直系親屬 延續到1945年的9月2號以前 的日治騰本嗎 去界定你的身份有沒有 沒有 什麼人都來申請都有 菲律賓 越南 甚至是紐西蘭 澳洲 美國 美國人有來申請 英國人也會申請 德國人也會申請 加拿大的 他也來申請身份證 都給他啊 他申請身份證的民政是什麼 秘書町有跟你說 民政是什麼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我們出來沒有 上面分得出來你是誰嗎 這個就是為什麼 台灣不能舉辦公投的原因 這邊土地有兩種人 正港的台灣人跟什麼 外國人 齁 大家知道齁 就是這兩種人混在一起 國籍混淆不清 而且我們 的管理的 政府 並不是我們真正的政府 它只是什麼 接受美國的委託 代為管理這片土地 就拿成像公司 他派一個代表 agent 就是什麼 要不完 我上過班就知道了 公司派一個 要不完 他可以代表公司 你決定公司的一切嗎 可不可以 要不完 不是老闆喔 他可以代表嗎 說老闆明明說 要把公司賣掉 我講準算 可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為什麼 大家想看看 剛才在這裡應對 大家一個初步的觀念 你就知道了 為什麼 因 所謂的總統選舉 選完在5月20號就任 有什麼 各邊就任之前 都要單對一個國家的賀電 看你的右手邊 管轄權是誰 那個人 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的賀電 不管美國總統是誰就任 他都是要等他的賀電 要知道嗎 為什麼 授權者就是主要佔領全國 因為經濟的國際政政法 萬國共法就是說 他 本身這個征服者 他只要征服一個國家 他可以什麼 可以找代理人 可以拚拚一下 可以請白人幫他管理 他還間接管理 這個狀態什麼時候才會結束 這是一個 法理的 確定 方案 出來的時候 才可以終止這個情況 這就跟什麼程度 戰爭法 來 我們看看 台灣民政府 全民 衛隊來 台灣民 我們不是台灣國政府 台灣民政 衛隊來 很簡單的 公司大家都在說 你會記得 快寫起來 台灣民政府是根據 戰爭法 由被佔領地的人民 所組成的 civil government 看到沒有 台灣civil government 全民叫做什麼 台灣群島 美國民政府 你會問什麼奇怪 講是 怎麼會叫做台灣 群島 中國民政府 確實是有 當時 1945年的 10月25號 叫做什麼 台灣 行政長官公署 因為他做不好嘛 所以叫做 當時叫做 2006年 10月24號 來 你有買新台灣論請贏手 有買新台灣論 你可能還不知道 我講哪一本 來 有買這本的 這本 很重要 你一定要買 因為這本裡面說的 都是 國際條約 甚至跟美國 跟台灣 跟我們的 土地的租款 主權權利 跟主權義務 占領權利 占領義務 分得清楚嗎 相信 肯定 我們都分不清楚 你知道嗎 我們都不得過了 好好的 他就是不讓我們知道 甚至驚 我們知道 舊金山和平條的 這本書 你要把他讀石 他讀了解他 你就知道 中華民國 他們都藏在槍 他不知道 你知道嗎 因為你知道 他就要走 各位同心 你知道嗎 中華民國現在 已經準備要收攤了 要太大了 要去哪裡 不見得平坦 好 來 看這 台灣群島 美國民政 相對 台灣群島 美國 軍政府 對一個單位 美國 軍事政府 USMG 全名叫什麼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在哪裡呢 各位你有申請 台灣民政會的晶片身份證 你現到後面 那個晶片的右下角 你就會看到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USMG 全世界的心情 沒那麼好大 因為軍事政府 最大的一個 第一點就是 凡事 都必須要 授權 你才可以做 各位同心 你還要把架架起來 你 年紀你要做 台灣民政會 行政人員的時候 要記得 做人好事情 不是我們 要做什麼 就做什麼 因為我們有一個 測試校長的對象 是什麼 美國軍事政府 所以什麼事情 你要經過 上頭的授權 你要寫誰要來 寫什麼 沒有授權的事情 不要做 甚至你要教你的孩子 教你的 事實 沒人受款的事情 東西 不可以拿 不可以做 知道嗎 為什麼那麼多差辣 不在家 沒有 家人沒有在家 問沒有授 沒有經過的習慣 就跟怕在裡面 看到家裡的東西 就拔 會犯罪嗎 社會的亂嗎 就是這個觀念 為什麼日本政府 大家都 時代 我的阿公 前年我的姊 以前都很懷念 日本時代 地安很好 為什麼 因為台銀 台銀的家人家 沒有習慣 你如果去拿 黏尼 你去派出所 副留二八天 會去找店 所以 會 問無所 沒關係 這麼說 夜不庇護 白天也沒有關 人走遠門 也沒關係 為什麼 大家庭安很好 都有那個官僚 沒受款 沒有授權 沒有授權 就不要做 不是說 隨心所謂 我想做什麼 就做什麼 不好意思 你有 主管 單位 台灣民政府是在 美國軍事政府的管轄下 所成立的 Civil Government 因為 美國軍事政府 我們要知道 一件事 一個國家 在戰爭當中 正學一個國家的時候 這個政壞國 跟他之間 一定有文化 跟他現象的障礙 有語言跟文化上的障礙 這個時候怎麼辦 那就是由 主要的 佔領全國 去找他信任的 佔領地的人民 由他們去組成一個新的政府 能夠配合 軍事政府的運作 要知道嗎 知道嗎 沒有聽到 喔 待會下課 不知道什麼 又不會進去 沒寫 就開始這樣問了 時間浪費掉了 還有各位同心 你上課的時候 多寫筆記 盡量不要用照相機 為什麼 這音樂片都錄影 你有看後面的嗎 那個 鄧先生坐在那裡 上面是不是有台攝影機 裡面講課內容都錄好了 講師告訴你 很輕鬆方式 你只要上YouTube YOUTUBE 你上那個網站 你只要輸入 台灣民政府影片 按搜尋 馬上就看到 台灣民政府 所有每一期講課的內容 要不要按照相機啊 要不要錄音啊 要不要攝影啊 不用啦 都幫你想好了 你只要什麼 坐在這裡 專心聽 把腦筋 那個讀蘋果的觀念丟掉 我相信各位 你會有一個全面嶄新的開始 在這裡 你會找到你新的願望 你什麼 確定的願望 確定的胖胖就是在這裡 你知道嗎 我們很輕鬆的啊 快樂革命就是什麼 法理 我們用法理 一支筆就好了 割法理 我們就贏了 你怎麼 美國那麼敗 美國那麼敗 中華民國 很敗 不然呢 搞搞了 乖乖 改收就收 改造法理就 改造法理 乖乖嘛 這大家都要知道 來 看一下今天的主題 台灣民政府 趕好 自己做 介紹 來 這四面記要知道 你有 你星期天 各位星期天 你拿到美國國旗的時候 你還可以 去購買 其他三面旗子 美國軍事政府 佔領旗 日本國旗跟 台灣民政府的旗幟 這面旗 各位同心 請你不要叫他國旗 他叫台灣民政府旗 不要加國旗 台灣是不是國家 是不是國家 台灣是軍事佔領地 他不是國家 請你寫下來 台灣是軍事佔領地 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雖然在這裡統治 但是 這裡不是中國 這兩句 你一定要消耗清楚 這幫助你了解 台灣不是國家 他是軍事佔領地 中華民國雖然 暫時統治這個地方 但這裡不是中國 你知道嗎 你要怎麼證明你是台灣人 而且是價格的台灣人 很簡單 按照台灣民政府 晶片身份證 申請的程序 你必須要申請到你現在的縣戶 戶籃本 戶籍事務所都有 然後 由你本身追溯你的爸爸跟媽媽 中國人交給我們最糟糕的觀念 爸爸最重要 媽媽不重要 所以申請戶籍騰本的時候 爸爸就好 媽媽不用 這會造成很大的困擾 我們知道 我們這個東西出來 是不是有一個原料廠 有一個是工廠的製造廠 原料跟製造工廠如果是同一個國家出來的 這個東西才能夠叫做那個地方出產的東西 而不是什麼聯合國 譬如說 這案件 案件美國做的 黑黑的這個英國做的 探照燈的 法國做的 這可不可以說 美國 不行 人也是一樣 爸爸跟媽媽追溯到 因為爸爸也有爸爸跟媽媽 媽媽也有爸爸跟媽媽 我們都說阿公阿嬤 我阿公我阿嬤 你要追溯上去 到1945年的9月2號以前 他們確實出生源日誌 昭和幾年 大政幾年 民治幾年 這可以證明你是真人 本土台灣人 你要寫下來喔 日誌騰本是三個年號 哪三個年號 你知道嗎 是民國前嗎 記住喔 民治 大政 跟昭和 除此之外 沒有了 今年 年號要怎麼寫 各位同心 請你筆寫下來 平成27年 平 平凡的平 成功的成 平成27年 各位同心 為什麼要怎麼做 各位同心 你要記得 這片土地是誰的 日本天皇的 現在叫做 平成天皇 所以我們年號就要寫 平成27年 五湯 又現在民國104年 中華民國還存在嗎 1940年就歐陽升了 過升了 變成一個墓碑 現在在哪裡 中國南京 跟什麼東吳 南宋 那些墓碑一起 矗立在那個觀光景點 中華民國走就死去了 那個墓碑 誰還在破掉 你知道嗎 民進洞 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 現在就是擁抱著 中華民國的墓碑 為什麼 你會問說 講是 為什麼民進黨 抱著中華民國的墓碑 他們不是很笨嗎 確實很笨 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 他的黨綱第一條就死掉了 台灣是主權 對於國名叫做中華民國 黨綱向下來 林濁水下來 你對成立耶 圓山大飯店是誰的 蔣宋美林的 由蔣經國一手打造 配合美國國務院的意思 要成立反對黨 前人都是蔣經國一手打造的 他為了 他為了 要做什麼 要幫台灣人民找一個卸壓法 那我租過飯就知道 悶燒過有沒有 是不是有個卸壓法 你卸壓法沒打開 會不會爆掉 會喔 會爆什麼 你燙燙燙 我整個月都把他收掉了 然後 砰 就是這樣 因為美國長期要發現 台灣人民有累積很多的 怨恨 不知道從哪裡 所以只好 在這個 流亡體制內 幫他成立什麼 民主進步黨 讓大家去消選 民進黨為台灣人的 所以我們都要選小英 要選夏中庭 選蘇貞昌 阿扁最好 好在哪裡 李政輝跟阿扁合起來二十年 台灣有變好嗎 警察又差了 各位大家 現在生活好嗎 你現在生活好嗎 小孩子 是每天 有 正常 朝九晚五嗎 最好沒有都做兩項頭路以上 知道嗎 這就是政治聯絡 讓大家 拿到他那份 身份證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拿到他的 投票通知書 每個學校 中所去報道 什麼活動中去報道 等一下 你知道嗎 他們哪 身份證 統治單 自願意願合法 那條線 跨過去 很多小房間 怕人看 還要回來 那個原因是什麼意思 原因哪個中一個人 就是說你把你這個人賣出去了 而且是同意 把自己的權利賣掉的 任何人 任何人 你只要選 中華民國 這個流氓 體制任何一個候選人 代表哪 你支持中華民國 流氓政府繼續 自己吞打 自己走壇 自己剝削 你再把那個同意書 折一折 錄在那個 皮膚子裡面 你看到 有嚴重嗎 你的管理 就這樣犧牲了 抗議有效嗎 沒有效 因為 逃平都超過 五聲 美國不敢處理 美國就看到了 本土台灣人就是 願意讓中華民國 流氓政府 持續的奴役你們 經過這個投票的機制 經過你們蓋下去的同意書 那叫做選票嗎 不是 那叫做同意書 你同意 中華民國繼續自己吞打 你就回到中票 那有聰明嗎 聰明嗎 參加投票聰不聰明 很笨 你這本 你這體制是什麼 叫台灣治以當局 台灣authority 一對來 各位 你這張網站 美國在台協會 AIT網站 你張去 你去找台灣關係法 第15條裡面就寫了 1979年1月1日以前 美國曾認為中華民國的 台灣治以當局 台灣authority 請問各位 中華民國還在嗎 在美國的眼中 中華民國還在嗎 1979年的1月1號之後 中華民國已經不存在了 他叫什麼 台灣治以當局 所以這台面上所有的政治人物 他在講台灣的時候 各位 所以 你要記得 台灣後面給他在這裡 治理當局 台灣是 軍事 這裡 不是國家 所以他說台灣 你不要太高興 為什麼 你等一下看到你的希望 來 我給大家看 台灣法例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這裡 新台灣的內容 港書也沒有黑白說 全部都是新台灣的內容 延伸出來 理論 全部都是法例 我們叫什麼 台灣民政府就是法理台灣 相對的 叫做什麼 政治台灣 政治台灣就是大家 剛剛講是跟各位講的 台灣治以當局 現在這個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就是政治台灣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之後 就是台灣民政府 執政的時候 慢慢慢慢就會走向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這個時候呢 才是正正 恢復到正常的時候 我們要回到什麼 歷史的原點 實際上 把我們完成 這麼好的一個 土地 所在的人民 把武 跟現在亂吵吵的 請他 把他恢復原狀 那個國家是什麼 為什麼 掛美國國際 提醒美國 你的眾議院 參議院 眾議員們 參議員們 請你要記得 台灣人民 這70年來 所受的政治 制定域跟人權的迫害 是你 美國 向來以人權 為最高 最高榮耀的 標的的 一個國家 視為榮耀的一個國家 你在人權 這個區塊 你 將受到歷史上 最大的污點 在哪裡 台灣 台灣民政府 連續告兩次 第一次是2006年 12月4號 我們看到新台灣的第一頁 內容 你如果還沒買 沒有關係 第一頁內容 你先寫一下 美國政府設定 指定 設立台灣民政府 政府在華府成立駐美代表處 第一點 設立的經過 你買到新台灣論的時候 你看第一頁 你就知道 你大概寫一下筆記 新台灣論第一頁 內容 設定經過 一 向美國提出訴訟 控告美國政府 與美國華府 聯邦地方法院 各位 在這裡 在美國這邊土地上 很特別的 可以解釋條約的 區體的 就是聯邦地方法院 我相信各位在座 一定沒有 讀過這個方面的消息 這個在台灣戰爭時 回顧 現在目前有四本書 裡面秘書長有提到這個內容 講師有讀到 所以今天你來了 你撿到寶 我跟你分享 美國的聯邦地方法院 是唯一 有權利 來解釋條約 像舊金商和平條約 他就有權利來解釋了 來 你寫下來 2006年10月14日 台灣平民林志森等 228名 在美國首都華府 華府哪裡 華盛頓 Washington 向美國華盛頓 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方法院 提告誰 美國政府 他告的是誰 法人 告美國政府 告誰 美國總統 跟國務卿 東西以上 總統是布希 國務卿是萊斯 延續到現在 只要先去接 誰去接 誰去接美國總統 美國國務卿 這個官司的責任 永遠都會延續下來 不會因為 布希下台了 萊斯下台了 這官司就跟他 跟美國沒有關係 很抱歉 永遠有關係 因為我們告的是 法人 就是誰接這個職務 你就必須把這個官司 最後訴訟結果 承擔一切法律的責任 來 注意看喔 標的呢 請你寫一下 台灣國際地位 與台灣人權保護訴求 還有什麼 還可以看喔 不是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侵權 不是 是什麼 人權保護 已經看嘛 不知道 人在那一年 那是六十年了 剛好六十年 比書長 真的是天意 比書長剛好去研究到 原來 台灣還在軍事線 那是怎樣 中華民國流氓 怎麼還可以灌籃 喔 原來是美國國務員 為了美國的利益 給他的麻糬的 在這裡 抽油水 以前我們就聽過了 時代人就說了 禮教也會說 三年、三年、兩年、末 喔 現在又 培植一個新的殖民政府 來這裡 吸人民的血水 火鍋子 都叫他吸吸吸吸 去做一些 沒必要的事情 還有什麼 製造污染 我們的火鍋 我們的 一些大地 涼田變荒地 原來 日本神社都不見了 原山大飯店你知道嗎 那是台灣大神社耶 是蔣壽美林 把他建起來的 台灣大神社現在退到 原山大飯店的後面 只能在角落 暗暗的哭泣 黑衣室的財產 日本天皇的財產 所有的神社都是日本天皇的財產 可不可以去破壞 雖然美國授權了 讓你去幫他處理 佔領的事情 但可不可以到人家的土地上 喔 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就把他拆了 反正美國是朋友 所以杜魯門的命 他留一句話 蔣家一家都是賊 全部都是 都差辣了 因為 台湾政府在這裡要提出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台灣民政府 要在這裡提出 對中華民國當局 四個 在國際法上 所謂的戰爭罪 注意一下 注意聽 你要解釋 第一 宣布1945年10月25日為台灣光復節 這個是戰爭罪的第一個 第二個 在1946年的1月12日 將日本台灣人國籍集體規劃為中華民國 這是第二條戰爭罪 第三條 在1949年12月 開始 爭兵 對台灣的男子開始爭兵 第四個 寫好了嗎 有寫的來回答一下 第一個是台灣光復節 第二個是什麼 集體規劃 再來第三個是什麼 爭兵 來 第四個 會叫什麼 好 中國佔領軍 公開掠奪 日本台灣的資產 跟土地 佔為己有 成為中國國 國民黨的黨產 這是第四條的 戰爭罪 你有寫起來嗎 很嚴重的 這四條戰爭罪 我保證ROC 保證美國 吃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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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肚子走 你七十年你吃吃的 都 油水抽去 小心 會滯 那不是你的東西 你雖然你是佔領 但是你不移轉主權 你怎麼可以侵害 人家土地上的一切 佔領軍 根據戰爭法 反而要保護 被佔領地的人民百姓 財產的安全 你怎麼可以破壞 人民百姓 甚至是佔領地上 原來的財產呢 這是不是很嚴重的 戰爭罪 你還把被佔領地的人民國籍 改成你自己國家的 那對嗎 在1945年 那一年的 的年底 大家要記得喔 你會記得寫起來 1945年的年底 有 ROC 就是中華民國 他有兩個身份 請你要寫下來 中華民國在那一年 是正常的國家 它是合法的中國 那時候 1945年 那一年 跟一個中國 中華民國 他是政壽的國家 第二個 中華民國 他僅僅是 赤藥 佔領國 他就是 家製的啦 說得好嗎 他吃藥佔領國 說得難聽 就是什麼 打敗仗的戰勝國 叫日本帝國打到 李康家 米去重慶 米幾邊 日本皇軍去 日本帝國的皇軍去中國 進出中國是什麼意思 他是國際聯盟授權 請他去拼定中國的內亂 像現在美國 美國是聯合國 授權請他去拼定全世界各地 譬如說阿富汗 波斯灣戰爭 伊拉克戰爭 那都是很想像的 去參加 去什麼 維持世界和平 所以叫做世界警察 完全在這裡 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有一個國際組織叫做什麼 國際聯盟 你應該嚇壞 1922年的2月6號 為什麼有華盛頓裁軍協定 預防無限擴張 軍武 那時候世界有五大強國 唯一的一個強國在亞洲 是哪個國家 大日本帝國 國的憲法 透過73條修正案 把它改掉第四條跟第九條 改成什麼 面貌一新的一個新的憲法 叫什麼 招和新憲法 就是一般統稱叫什麼 和平憲法 有聽過嗎 安倍現在就是在和平憲法裡面 要用心了 但是最主要是什麼 你要恢復的話 其實基本上和平憲法怎麼改 就沒有用 就像這些說 他要在體制裡面 要做改革 可能嗎 在體制裡面 反體制 可不可能成功 先說李政輝跟阿拼就先說了 所以日本國 他要在和平憲法裡面 想要找回以前日本帝國的權利 可以嗎 不行 因為他的根本憲法是招和新憲 就是和平憲法 大日本帝國憲法 現在根本憲法就是大日本帝國憲法 台灣已經有憲法了 這是因為我們被軍事佔領當中 就這樣啦 就這樣而已 台灣是軍事佔領地 我們所有人 人民的財產跟人權 應該是要被保護的 因為美國忽視了 所以一定會被告 而且這個官司絕對會成立 侵害人權的事情為什麼 會順理成章被起訴 而不是國家免訴 也就是說 國家免訴 因為國家不必皇國了 但是人權很重要 世界的普世價值是天賦人權 你人權這個東西 只要給人侵害 引和國家都會用的 起訴 這樣知道嗎 人權第一 但是人權可不可以無限擴張 我現在說犯罪了 因此請人權團體為我爭權 我明明是泰郎 然後我就沒罪 可以嗎 人權不可以無限擴張 但是合法的天賦人權 是應當的 大家要知道 這本主要是什麼 Lawes of War and International Law 政政法跟國政法 確實有這本主 這個身份證 拿得很好 拿到這個 自我感覺良好 所謂的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會有什麼結果 臺灣民政委會反問 內政部 所謂的內政部 你發放身份證的法源依據在哪裡 維和 他說民間團體 各位同心 講是在跟大家講 臺灣民政府是根據戰爭法 由美國軍事政府管轄下 由被佔領地人民組成的政府 是合法的政府 是政府組織 不是政黨 也不是民間團體 所以說記者有沒有問題 他的法理常識有問題 這一篇會永久留著 誰寫的 哪個記者寫的 他也會成為歷史的文件 以後子子孫孫會拿這一篇來嘲笑他 所以這些記者請你秉持法理 來寫你的報導文章 臺灣民政府的講師在這裡請呼籲 盡頭前 如果記者你現在在看這一堂 現堂轉播的節目的 那個什麼 講課內容的時候 請你要記得 你擔任記者 你報導的內容要符合法理 臺灣民政府的同心 甚至未來 臺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所有的法理 臺灣人都會用法理的角度 來鑑定你的報導文章 是不是符合法理 來鑑定你的記者 專業水準 OK 來看 講到這裡就好了 我相信記者看得很噴噴跳 注意看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怎麼可以在不屬於他的法定領土範圍內發放身份證 各位同心 法國的人 應該照英國發法國身份證嗎 去那邊 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流亡 法國流亡政府在倫敦 French London還是比利時 比利軍 London 跑去英國那裡 對英國人發 英國 欸那 法國身份證 比利時身份證 可不可以 他的法定身份證在哪裡 這是法定領土範圍啊 那車牌呢 現在 我們中央包括美國軍政府那邊都有整個協調下來 就是各位在座同心 你只要出高級班上過之後 你就可以去買台灣民政 就是什麼 你可以去洽巡 因為那個紅色車牌是由美國軍力政府跟台灣民政府 兩個授權發行的 你說 付的那叫使用費 記得喔 請你寫下來 使用費 那個牌給你用而已 但是不是你所有 你只有使用權喔 各位在座同心 剛書講這個觀念 你可能還沒回來了 你是不是有土地所有權狀 建築物所有權狀 各位在座同心 真的是所有權嗎 土地所有權狀跟建築物所有權狀是誰的 你的右手邊 你的架手邊 我還記得 你拿到的權狀 土地所有權狀 建築物所有權狀 你只是 擁有了什麼 法定的使用權 你花整四人打拼的 花的錢 你去買這棟房子 這片土地 你只有使用權而已 你真正是所有權嗎 如果土地跟房子都是你的話 請問一下 為什麼每個國家都要繳稅啊 蛤 為什麼要繳稅 為什麼要繳稅 就因為不是你的嘛 所以你是只有使用權啊 車牌是一樣 台南政府跟美國軍政府發的那個紅色車牌 你只有使用權 你付的錢叫做使用費 了解嗎 不是說那塊牌買的 後來 父傳子 子傳孫 重新登記了 OK 我看清楚喔 根據什麼理由來發身份證 發放身份證的法源依據是什麼 中華民國請你回答我 你的法源根據他在哪裡 中華民國是流氓政府 怎麼可以在不屬於他的法定領土範圍內 發放身份證 簡單來說 我們現在知道有一個流氓政府在印度 叫什麼 屠博流氓政府在哪裡 達蘭莎拉 在對一個國家 印度 達蘭莎拉他有舉辦 總理的選舉 也有護照 各位同心 講師在這裡跟你分享 屠博的護照一樣是綠色的 跟每一個現在出國一樣 拿那本中華民國的 護照是同一個顏色的 明天加台灣有沒有用 沒有用 只是加強語氣 是中國流亡難民不打緊 而且是流亡在台灣的這一批難民 你去國外保健去 都去找麻煩 你去人的海關 你這樣感覺不舒服就給你帶來 你看大家國家每個國家都過海關都過去了 為什麼我這個旅行團就比較衰 就被擋下來 然後要求什麼 落地牽 什麼牽 什麼牽 還要塞紅包 我們過 不舒服 他在講 你拿回來 所以有一個民進黨的婦女會 一個代表 不是被美國負回來 還記得這個新聞嗎 中華民國那個護照 那個叫流亡難民護照 英文名字叫什麼 Green Book 流亡難民護照 他不是正常國家的護照 所以拿一本綠色護照 有比較好嗎 根據國際戰爭法的規定 是要由軍事占領地的軍事政府 來發給什麼 占領地的人民叫什麼 旅行證件 你要寫起來 流行證件 旅行證件 TRABLE DOCUMENT 流行證件 你如果記不起來 台語你如果記不起來 像我那邊說 Passport 不可以再說 叫什麼 TRABLE DOCUMENT 你如果記不起來 找不到 工師幫你分享 你用台語去記 很好記的 你英語 你讀英語 你用台語去記 很奇怪喔 很好記的 TRABLE DOCUMENT 找不到 我們現在的法例身份 辛苦 三天兩枚出擊班 再來 高級班也有三天兩枚 好不容易 新台灣特色 你才知道 原來我的身份是 台語本地國的臣民 因為我們是 給我們軍事政府 站而已 這樣而已 我們 我們是 軍事占領地 不是國家 你後來有這種 要這樣透徹的了解 就是要來 這張啦 我相信秘書 你剛剛有講過嗎 有喔 秘書長剛剛有沒有講 這是什麼 1946年的 1月12號 他是根據 捷餐字第01297號訓令 他叫什麼 查台灣人民 圓系我國國民受 敵人侵略 自喪失國籍 自國土崇光 以為開始恢復 中華民國國籍 可以嗎 可不可以 他好康喔 一個MEMO紫青在白鎖下下來 回一個他的陰 這樣就可以了 我這樣就 社會就一定會亂了 會亂嗎 我一個MEMO紫下下來說 對方 網品牛排 明天開始變娃娃 一樣 結餐字第01297號訓令 他怎麼回答他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這叫做侵犯人權 全世界最熬萬的建築在這裡 因為這 所以 今年2015年的2月28號 美國時間2月27號 台灣民政府在告他第二次 違反世界人權宣言第15條 所以叫做侵犯 侵犯美國 政府跟什麼 中華民國 加告中華民國 所以他那問題很清楚啊 請問內政部 你發行中華民國 國民身份證的法源 根據在哪裡 請你回答我 你看看 當時 2011年6月11號的報導 中華民國 你有沒有開記者會解釋一下啊 要不要解釋一下 不要開啦 開了一定保證很丟臉 所以不開啦 不然你開看看 這個TID啦 管理當局的ID的未來 我看過嗎 這就是後來後來 中華民國 立望政府要回歸祖國的特區 的區域 中華民國是很愛梅花的 唱一條梅花梅花 好啊 來第五六千給你 回歸祖國 你聽他的身份證 不要辦晶片身份證 我都不要辦 看會不會怎麼樣 保證你會出事情 事情來啊 看喔 7月2號的消息 中國公安部昨天宣布 被受關注的卡式台胞證 7月6號開始在福建香港澳門3D 受理申請 據曝光的樣本 其實它是故意曝光 卡式台胞證 名稱叫做 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 各位 你還要叫他們大陸嗎 我剛才有說過了 我們在說話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 我們看這篇 內容 我們要知道 這些記者 確實是校長 中華民國 都一定要叫外省人 叫大陸 我們法理台灣人 要有清楚一個頭鞋 跟判斷能力 要有智慧跟判斷能力 我們當場要講 他是中國 叫做中國人 外國人 不要叫外省人 中國 流亡難民於中國 是一家人 所以他通常說 我方 我國 陸方 各位同學 全世界有一個國家 叫做我國的嗎 五國 全世界有一個國家 叫五國的嗎 有啦 吃飯啦 吃飯五國 人都吃五國的 這我國 這個名稱 那個是模糊不清 我們都不要去用 這幾個名稱 就在青天白日 滿地紅啊 這篇圖 你看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簡稱什麼 中華民國 不要緊 中華民國 簡稱什麼 中國 都是一個中國 所以那青天白日 滿地紅 從到五星期 同一個國家 手這麼多便 在電視這麼多便 你會生氣嗎 會不會生氣 會生氣嗎 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電視 小孩在手 你為什麼生氣 因為頭上有毒 有毒素 在你的頭腦裡面 運作 你就會生氣 這毒素 我不會排除掉 會作怪 會作怪 你體內毒素 沒有排泄掉 保證會作怪 你認為說 中國人的事情 就是我的事情 這邊旗 青天白日 滿地紅 就是我的國家的國旗 所以 看到 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 在握手的時候 我就很生氣 這代表什麼意思 你就是中國人 你認為 祖先真是從中山來的 所以你頭腦裡面 就第一種觀念 我是中國人 所以看中華民國 馬英雞也好 宋主義也好 連戰也好 甚至是吳伯雄 跟習近平 跟胡錦濤握手 你就會生氣 跟共和家裡 你會拆掉 代表什麼 你是中國人 你頭腦裡面的毒素 沉到有夠沉的 可能連做民謀就會生氣 所以毒素 有嚴重 很嚴重 七十年 每天給你迷惑 電視給你報 彈話信節目給你講 你就真的中途了 所以 X4簽下去 福帽簽下去 你會抓狂 這些讀書人 現在 大家學生也好 學生團體也好 這些學生有夠艱苦的 很可憐 為什麼 從打到那麼高 電腦比較不容易接受法律 說法律 就因為說 他現在打那一套真正的 中華民國是駕駛的國家 現在了解了 就想說 這些人真的 這些同學 所謂的同學 真的很可憐 他輸 毒毒毒毒 你還想說 講師 以後我小孩子 是不是叫他不要去讀那一包你本書 講師要跟你道歉 很抱歉 因為現在 他們有管轄權 你還是要乖乖讀他的書 為了考試 那考慮 考慮考慮的嘛 因為測試你就是要去考慮嘛 你還是要去考試 你沒有說 我荒廢學業 可不可以 書還是要讀啊 你讀了你才知道他們的可惡在哪裡 你沒有讀你不知道 你才知道原來他那一套的殖民教材 在教什麼 原來那一套錯誤的 我們以後不要這樣子走了 知道嗎 為什麼要讀書 原因在這裡 你才知道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雖然我們知道我們讀了 以前中華民國所謂的殖民教材是錯的 我們要回顧過來 用什麼 用法理去把這些錯誤的訊息跟知識 把它拨亂反正 暖七八糟的嘛 把整理一套一套出來 我哪一種 我才讀的 健康的是這 就是新台灣法理這部份 法理台灣人這部份 依照台灣就是政治台灣 就是殖民教材 那是錯誤的 為了方便管理 知道嗎 1946年的1月12號 蔣介石他這個 蔣介石集團 他就是用節餐次第01297號訓令 改變 所有大日本帝國台灣人的國籍 原本來的國籍是什麼 大日本帝國 把它改做什麼 中華民國 改過了 大家都不記得了 想說我的理所當然 怎麼會接種的 一公光復我也來辦身份證 當年就有260萬人 去辦中華民國公民身份證 1945年是可以喔 但是1949年12月初開始 中華民國不敢發行公民身份證了 為什麼 因為他是流亡政府 懂意思了嗎 所以他為了方便管理 所以1946年1月12號 美國跟英國當年在3月6號 3月6月跟9月發了三次電報 抗議 蔣介石就派誰派代表去 日本跟麥克拉斯說明 說為了方便管理 就哪個參加一個社區 警衛 社區很亂的嘛 他就裡面就用到亂起來 本來社區都很合憑 兩國的無警察也不會中拆頭 也不會收台 大家也很生氣 無台無地流亡軍 流亡的警衛來這裡 亂七八糟 他亂要怎麼樣 他就只好分識別症 不管你什麼都分分給你 方便管理 他用這種方式來解釋 你知道嗎 為什麼你手上有拿到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而且沒有經過三道程序 哪三道程序 蔣介石請各位同心請你寫下來 身份的認定必須經過三道程序 合法 知道嗎 那個 致願 意願 合法 致願 意願 合法 致願 意願 合法 這三道程序你要寫下來 下輪 任何法律程序就是要經過這三個 脫離這三個就是違法 可不可以請人家幫你代簽名 代表你的文件可不可以 不是你的意願 也不是致願 所以那是違法的文件 你知道嗎 致願 意願 合法 身份證明也是一樣 了解嗎 好 注意看喔 這個臺寶證 你看喔 特色在這裡 有沒有跟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那個統一編號有沒有像 臺灣身份證號碼 還記得有個新聞嗎 護證系統故障 資料跑去哪裡 要拿來用 所以你沒有申請 台灣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證的人 你再繼續拖 最後的結果就是 回歸祖國 什麼祖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為你認為你就是中國人 那台灣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證也是一樣 志願意願合法 經過你的同意 你的簽名 你的填寫 你有那個意願 而且一個法律程序 白紙黑衣都下 那個商品也大 現戶騰本 日制騰本都具備了 但是製作費 這幾千塊製作費 就是要送去美國去製作 台灣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證 是美國的國安單位來做 授權製作的 不是台灣民政府自己做的 那個晶片跟那塊 那米金就要整個月的假期來做的 不是那麼簡單就可以做的 來把所有資料都放在裡面 一刷就知道了 我們很多東西去美國 去澳洲 像中南半島 甚至去關島 關島 跟他給台灣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證 他就可以通關喔 他不用那張中華民國的難民護照 不用喔 就可以通關了 而且在美國的國內線 還備受禮遇 不用 不用受到刁難 直接就通關 還請特別的人把它帶過去 比如現在 身份證的背面有寫USMG 有好嗎 因為代表你知道 你是美國軍事政府所保護的人民 你拿去那邊晶片身份證 有沒有很有榮耀 我們被美國軍事政府保護耶 最安全啦 正義女神 無視對方的容貌 在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就是這樣子 不管你的身份地位 但是小孩子可以容許你犯錯 但是大人就不行了 那支箭代表什麼意思 鎮除罪惡 根據法院的評斷 敲定之後 罪與罰開始執行 跟各位大家講 法律的違接 給你有正確的觀念 來 有看到這幾個字 你也可以畫起來 自然法 什麼叫自然法 你破壞環境 你去 爛砍 爛法 山林 會不會有土石流 也沒有任何人 可以擋住土石流的 海嘯有辦法擋住嗎 太陽從東邊起來 西邊落下 地球自由 自轉 公轉 誰擋得住 那個就是自然法 無上的 崇高地位 基於自然法 讓全世界各國所共同遵守的 叫做什麼 萬國公法 大家記住 萬國公法是國際法的最高拘束 你要殺掉 萬國公法是國際法裡面的最高拘束 相關的約束 萬國公法是國際法的最高拘束 國際法裡面就是萬國公法最崇高 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就是民治天皇基於萬國公法的精神 所親自制制定的親定憲法 哪個親 一個金 一個欠 民治天皇 親定憲法 君主立憲 有聽過嗎 我們不是民主立憲 我們是君主立憲 所以日本天皇 他可以透過他的行憲教書 行憲教書 讓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實施在哪裡 台灣 台灣有三個部分 請各位同學你要寫下來 哪三個部分代表台灣 第一個 台灣包括周邊的群島 間隔群島也是 請你記住 就是釣魚台 台灣 再來是誰 澎湖 再來是哪個 新南群島 就是現在的南海 中國是不是在那邊製造假的島 人工島嶼 想要挖井 你看現在誰在動作 習阿偉在 國際場合有講過一些話 我不妨請大家寫一下 在台灣戰爭史回顧第四本的 327頁 就是台灣戰爭史回顧355篇 Mewsang有寫到這一篇 重要的觀念 有關於南海 2011年的7月23號 希拉蕊他有發布一個 談話 他說 南海的問題 要透過國際法來解決 南海問題要透過國際法來解決 但是呢 他迴避了法理官 而用地理官 來解釋 所謂的南海的問題 那中國呢 他是用歷史官 用歷史來 改歲 南海那是他的 那就很差別了 越南也是中國的 他敢不敢跟越南拿回來 以前叫做交子國 有讀過歷史的 知道嗎 越南以前是不是叫交子國 跟中國歷史淵源最長 其實中國歷史真的有三千年嗎 五千年嗎 中國的流數沒那麼高 沒那麼長 這敢叫中國的 真正叫做中國 什麼時候開始 1972年 不是1972年 1912年開始 才有中國這個名稱 以前叫什麼 還記得嗎 有沒有一些 電視劇有演過 大唐帝國 大秦帝國 以前有叫做中國嗎 為什麼中國有五千年歷史 沒有啦 上座到現在說得好聽 他還要印歐 104年送給你好了 中國有五千年歷史嗎 沒有 才幾十年而已 所以中國真的有 五千年歷史嗎 不要騙了 所以知道 讀書有沒有中讀書 明天有一堂課叫做解讀 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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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潘 講師 你要注意聽 他裡面的內容 保證給你頭部裡面 讀書 都拜託 有很多觀念 邏輯 邏輯觀要怎麼樣建立 各位同心你要 很認真來聽 好 回到剛剛講的 台灣戰士史維谷第三百 五十五篇裡面 19 19 三九年的 三月三十號 記住 1939年的 三月三十號 日本政府 把他 把這個南海 新南群島 把新南群島 編入台灣 編入哪裡 台灣總督府的高雄州的高雄市 你嚇壞了 高雄州的高雄市 高雄市 高雄市 東心請牙手 南海你們的 不是啦 南海是日本天皇的 要記得喔 南海是日本天皇的 還有哪裡 南極也是 額外話 來 這在 舊金南和平條約的第二條的F 裡面有 1939年 3月30號 日本把 新南群島編入台灣 隔天 3月31號 他馬上 把這個 消息 跟 內容 Announce 跟誰講 美國講 所以 天皇 一個人 他沒辦法管這麼大片的土地 所以他把管轄權 交給他所信任的日本政府 代為管理 懂意思嗎 所以管轄權等不等於所有權 不一樣 所有權就是所有權 管轄權就是管轄權 譬如說 公司是黨署長的 他請一個總經理來幫他管 那公司是不是總經理的 不是 出錢幾個公司都 董事長的 他只是 請一個能力很強的 總經理幫他管理整個公司 懂意思嗎 日本天皇就像董事長一樣 日本政府呢 就像 總經理一樣 因為總經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因為那兩顆原子彈 投降了 董事長宣布投降 就是日本天皇接受波斯坦宣言 向 美國 就是盟軍 的 投投 投降 所以 1945年的8月15號 宣布投降 昭和天皇 投降 然後 9月2號就 簽了投降書 OK 這個剛剛講的 這個台灣戰士史 回顧355篇的內容 就是說 美國基於征服的事實 征服的事實 他用了什麼 佔領權 主要佔領全國 他最主要用了什麼 主要的分配權 就是他佔領地上的 行政 立法 司法 最後都要問誰 美國 因為他是唯一用武力 征服大日本帝國天皇陛下的 國家 什麼 不要再說 日本 日本跟日本帝國不一樣 因為根本憲法不一樣 大日本帝國的根本憲法 就是 大日本帝國憲法 就是 明治憲法 那現在日本國安倍 他所持有的憲法是什麼 昭和 新的憲法 就是什麼 和平憲法 不一樣 大日本帝國憲法 跟和平憲法不一樣 我先問一下 台本帝國 還在帝國 還在不在 大日本帝國滅亡的請舉手 你認為我現在沒看到 那些投降 所以大日本帝國滅亡的請舉手 認為還存在的請舉手 不知道的請舉手 為什麼 為什麼 對 這董心民街有聽過一口 因為日本天皇 只要存在 大日本帝國就存在 這基本觀念 我們了解 天皇又在地 那麥克拉斯當時如果戰勝 他可不可以廢天皇 也不行 萬國公法 國憲法裡面就是 講到 有兩個重點 出一半的童心 大家要寫下來 有兩個重要的精神 觀念 要寫下來 第一個 佔領不宜轉主權 你寫了沒 等一下忘記了 第二個 流亡不得就地合法 這項目不宜轉主權 流亡不得就地合法 流亡是什麼意思 流亡政府跟流亡的難民 流亡政府跟流亡難民不得就地合法 你佔領了也不能變你的 從1830年1840年 拿破崙席捲歐洲之後 戰地為主為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因為大家漸漸普世 為了要維持世界的和平 所以遵守萬國公法 國際法 還有一個什麼 戰爭法 戰爭有反耶 戰爭有一個依據才可以戰爭耶 不可以亂白錢 你如果亂白 違反 你如果違反戰爭法 那是很嚴重的罪 保證讓你喪失生命 叫什麼 絞刑 有聽過絞刑嗎 現在目前違反戰爭法 有命還是什麼 海山 科威特會叫什麼 科威特在郵政 整年燒湯天 科威特在地地 一天不夠的時間 已經去海山 的軍隊 伊拉克軍隊跟產品 對啊 科威特也有民政府 伊拉克也有民政府 美國的是 因為他主要佔領全國 就是戰爭嘛 所以征服者 所以他安排 讓伊拉克的民政府 從華盛頓DC 回到伊拉克 這樣慢慢恢復正常 幾年前後不到 7到6、7年 台灣怎麼那麼辛苦 70年啊 戰爭法的過程還沒走完 我們你們在哪裡 因為大家 頭靠 大家的觀念 還有什麼 那個熱情要出來 我們追求台灣 國際地位正常化 我們要有熱情 而不是冷漠 而不是旁觀 你知道 跟我們 本身 跟我們的 跟我們的 子孫的 觀念 息息相關 我們 都不能把它丟一邊 懂了嗎 還要不要 不要管政治 要管政治 甚至要用法理 的觀念 來什麼 管理正人的事情 這樣才會正常 用法理的 觀念 讓整個 社會秩序 整個國家的 觀念 起來了 真正的 強盛 才會起來 一切照法理 會不會做 不會 有授權才做 會不會有違法 不會 大家都很遵守 法律 很守法 很遵守規則 法理 至上 各位同心 要他拿著 你要他拿著 你 以台灣治理當局 現在的 中華民國 流氧政府 他叫台灣治理當局 他現在有管轄權 所以 不要跟他 直接對抗 所以剛剛 一開始 台灣民政黨的主張 跟立場 有讀到吧 等一下講師 再跟大家分享 以自然法為基礎 讓全世界共同遵守 就是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 是國際法的最高拘束 那衍生出來什麼 國際條約 像巴黎合約 舊金商和平條約 巴黎合約到現在也很久 會不會失效 條約不會失效 區替 不會失效 從來沒有 什麼 叫做廢除不平等條約 沒有 教育 本來就是不平等 既要立下去的 國際條約 它內容雖然不平等 但是它是條約 沒有辦法被 廢除 它的崇高地位在這裡 比世界各國的憲法 還要高 可不可以廢除 條約 國際條約可不可以廢除 古今山和平條 太久了 所以適合 一些台灣的 所謂的本土 國際法學者就這樣說了 就這樣和平條 太久了 所以已經失效 這樣對嗎 很嚴重的錯誤 台灣關係法在哪裡 來我問問各位 這個問題 最近發現很有趣 台灣關係法在哪邊 在哪一個範圍裡面 第一個 在 聯合國憲章裡面的請舉手 認為台灣關係法在聯合國憲章的請舉手 認為在英國憲法請舉手 美國憲法請舉手 不知道請舉手 好 謝謝 上一期真的有同心舉手了 他說在聯合國憲章裡面 講師跟剛剛提醒一下 台灣關係法在美國憲法裡面 為什麼 還是回歸到 國際條約的內容 舊心山和平條約的 23條的A款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唯一跟台灣這片土地 人民有密切關係 第一就是美國 所以 台灣關係法 納入美國憲法的範圍裡面 合情合理合法 懂了嗎 所以台灣關係法在哪裡 要記清楚 不是聯合國憲章 OK 保障 日本台灣人 在中 要 外作 日本人的請舉手 不想當日本人請舉手 你沒辦法 沒辦法拒絕 各位同心 你沒辦法記著 你沒辦法做日本人 這片土地 這片土地面上的人 都是去日本天堂的 請問你為什麼要土地做日本人 你住在什麼家裡 所有觀點是誰 像我的爸爸媽媽 各位在座的爸爸媽媽 他們平常生活習慣很不好 言行舉止很粗暴 你可不可以說 我不要做我爸爸媽媽的好生女孩 可以嗎 可不可以 還是說我爸爸媽媽被 被誤會誤解了 他本來去幫助人家 結果被人家誤會說 原來他跑去人家家裡 偷東西 搶東西 即使被誤解 你還可不可以說 我不要做爸爸媽媽的小孩 可以嗎 大日本帝國就是這樣被人家誤解 南京大屠殺 南京事件 是假的 各位在座同心 你知道嗎 南京台東殺一家 各位同心 你如果去進入台灣民政府的官網 請你找 南京事件的報告內容 你一個一個去看 一個一個檢驗 我舉個例子來講 日本的皇軍 他帶著農村的婦女 回到他自己的家裡 槍是拿這樣子的 中國這些記者 尤其是蔣介石 毛澤東 這些叛軍 的記者 他說 日本皇軍 押解 押 就是什麼 押著中國婦女 準備要去淋虐 強 強暴 槍拿這樣 是 是押嗎 應該是這樣子吧 有當過兵就知道 而且那個刺刀 還上刺刀 那個日本皇軍 槍是這樣拿著 而且所有的人走路都很愉快 心情 還微笑 像不這樣壓 懂嗎 南京事件 其中一個被 被人家 錯解 抹黑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南京事件 南京大屠殺是假的 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中國人殺中國人 因為蔣介石 他不願意讓中國人留下來 去接受 日本 歐化的教育 歐化的觀念 靜代化的思想 所以 沒有辦法走了 沒辦法 跟著他 強制被帶走 跟蔣介石一起逃亡的人 願意留下來 跟日本一起生活的人 想辦法 都把他殺掉 殺掉 人堆在哪裡 堆在南京 然後 像全世界 Anounce說 這些 被殺死在南京城的人 都是日本皇軍做的 懂意思嗎 因為國際聯盟 他就是要 讓 大日本帝國去維持 因為 中國當時有四個政府 不知道誰代表中國 講師跟大家講 東北的滿洲國 他是基於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由大日本帝國 根據萬國公法 協助他 建國 滿洲國 當時有二十三個國家 公開承認 當時有四十八個國家 已經有二十三個國家 承認滿洲國 再來 中國的延安 叫什麼 毛澤東 共產黨的 判斷集團 再來在哪裡 美町 重慶 蔣介石 流亡集團 那時候叫什麼 國民政府 他在對上宣戰 對日本宣戰 誰宣戰 大家讀書就知道 誰宣戰 騎一隻白馬 10萬青年 10萬軍替以上 蔣介石 國民政府沒有大人了嗎 國民政府有一個 領導人叫什麼名字 林森 國民政府的主席 他是什麼 行政院長 在旁邊 第三個位置 行政院長 竟然竟然可以 建月 國民政府的主席 對 日本宣戰 好不好笑 你想看看 譬如說 這個國家譬如說 歐巴馬 會有一個國務卿 然後 國務卿 沒有經過受權 對 任何一個國家宣戰 有用嗎 所以這個合法性 你就知道 中國的 南京政府 這是駕駕中華民國的本尊 是誰 汪兆銘 汪精衛 他對誰宣戰 各位財族同學 你知道嗎 駕駕中華民國 駕駕的中華民國 對誰宣戰 來我問一下 對日本選擇的請贏手 汪精衛 汪兆銘 對日本宣戰請舉手 好 對英國 美國宣戰的請舉手 好 謝謝 不知道的請舉手 謝謝 駕駕駛來講 這港的中華民國 是對美國 對英國選擇 你有沒有跌倒 中華民國對美國 英國宣戰 你要記住 因為當時 國際聯盟 他就是要猝使 讓整個亞洲 也跟上 歐巴的 的腳步 不要有那種內亂 國家內亂 是不是全世界一起受難 這個國家 卵操操 全世界影響嗎 會喔 這叫做世界 共同體 知道嗎 世界共同體 你只要全世界 人有一個地方 打腳踏 戰爭啊 全世界都影響 你現在都平常 像現在阿拉伯 好幾億 一桶的那個 那個什麼 油桶 都油嘛 現在賣什麼 油都一樣 有沒有影響 有影響 這大家要記住 台灣關係法 不是 開樓宣言 更不是 這就是開樓宣言 中英美 三強會議 你看在裡面就有 影響 有簽名嗎 沒有 這是什麼 Decoration 它是公報 霍氏宣言 不是 這個 是 困擾 日本 國 最大的 毒素 波子坦 宣言 困擾 台灣 最大的 毒素 是什麼 開樓宣言 所以大家 一聽 開樓宣言 傻 所以 對 中華民國的 腳步 去申請 公民身分證 後來 跟 流氓政府 再 行清 國民身分證 一直到 現在 五公 賺錢 五公 六歲 一直到今天 這就是政治 的 要製造 議題 讓你說 我是台灣人 我就要支持 民進黨 所有 效忠 中華民國 這個體制下 任何 政黨 團體 社會 組織 都是效忠 誰 中華民國 你會說 台連 台連叫什麼名字 中華民國 台灣團結聯盟 台獨 台獨 很愛台灣 叫什麼 中華民國 台灣獨立聯盟 這樣有了解嗎 你醒了沒 還要支持 台獨嗎 台灣這篇土地 請你會給 兩條路 英文不可以走 請你寫起來 第一 主張 台灣 獨立 第二 主張 共產主義 美日安保條約是確定是保障 台灣 澎湖 南海的安全 為什麼 因為是 日本天皇 陛下的財產 任何人只要想辦法用武力 甚至非法的手段 要奪取日本天皇的財產 美國主要佔領全國跟 日本 現在日本國的防衛軍 他居於 殘餘主權就是主權義務 那美國呢 佔領權力跟義務 來 所謂 日本天皇的財產 日本天皇的權利在 舊金商和平條約 第一條B款 已經被懸置了 suspend 他不能管國家的大事 但是 他的財產 不會因為這樣被犧牲掉 所以 美國 主要佔領全國跟日本國 就必須要負起這個責任 幫主人守護財產 要知道 OK 今天的靠電到這裡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